接下来挑准的妮可 会带来什么完美的法式聚会料理呢 哦 这妮可今天刚刚把人家嫌得要死 现在要做什么呢 是是 所以这几位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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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天成起司煎蛋 哎呦 哎呦 在法国非常有名 是一般的人会吃的这个食物 这个食物是从法国大概已经三百多年 是还蛮有名的 问题是我们小朋友小的时候 在学校做的不好吃 但是在家里做真的很好吃 然后是很简单 但是需要多一点时间 我们有开始是做一个 马铃薯泥 对 大家都知道要做马铃薯泥是怎么做吧 知道 所以我看有一些韩国人我要帮你们介绍 马铃薯泥知道很简单 就是先把一堆的这个草莓煮烂了之后 然后把它搅搅搅搅搅搅搅 这样就会变成马铃薯泥 然后再加一点那个牛奶 我们喜欢马铃薯泥有加很多牛奶 很多奶油也是喜欢这样比较乱叫贵 不是放那个美乃滋吗 美乃滋 为什么要把它弄成真实的呢 他要放进一张的一张的 牛奶跟奶油 台鱼片也要加几片下去啊 把我把他的麦关掉 我们在法国有法律 马铃薯泥是不新的 是不合法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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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那你马铃薯你弄好的时候 你要准备洋葱 一定要 所以你分开分开煮 你开始煮你的洋葱 是 大概五分钟这样 你一点点跟奶油一样的 然后你加一点点奶油 慢慢煮五分钟 开始变颜色的时候 焦糖化 焦草莓 好幽默的厨师哦 你今天要加一些蒜 OK 跟你的牛肉 牛角肉是不是 牛角肉这样 然后你要 我们喜欢法国的 我在台湾发现 我们法国有一个是叫 五香粉 四香粉的一个分享 香料 你们台湾的是不太一样的 五香粉跟你们的 好像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所以我习惯使用 白里香 对 跟这个 意大利香料 你们说意大利香料 是法国香料 但没关系 很紧 很紧 没关系了 算了 你好好讲你的那个菜就好了 蛮有的 但是我会高得好 不管是哪一国的 都是韩国的啦 对啦 其实这一整集下来 大家有没有发现 他其实在讲料理的时候 感觉非常专业 因为他的脸会骗人家 对 他的脸看起来就是 米其林主厨的 所以他其实是 卖土耳其冰淇淋 对 太跳动了啦 你看你 你煮你的肉 你要想想切切切切 因为你需要你的肉是 一块一块 一块一块 是这样 我也习惯是加一点点 法国的白酒 我喜欢这三个 多一点点的味道 那台湾就是加米酒 对 对 你们会加米酒 那弄好的时候会变这样 洋葱炒肉 洋葱这样 OK 那以后我们要 要捐肥 所以用一个 可以搞像 这个比较小一点 我们以后也会用带的 然后我们的 我们的马铃薯泥 要放一点点 大概最第一份这样一层 薄薄一层而已啊 大概一公分这样的 这样放最上去这样圆圆的 很薄一层耶 对对对 对啊 铺在底部啦 对 然后你要加你的肉 跟你的洋葱 也是薄薄一层吗 对对对 有一些人也是喜欢加红萝卜 也可以加红萝卜 在颜色上面也好看 我喜欢吃比较简单 还是说其实你喜欢吃什么样的 就把它加进去就可以 是 洋葱也可以 当然也可以 但是我觉得以后是不懂得再 其实台湾人有没有 台湾人就会把那个洋葱炒下去 牛角肉炒下去 然后就加味蜊跟酱油就这样 就配饭吃啦 各场 然后 上面又铺 又铺马铃薯泥 铺马铃薯泥 哇一层又一层耶 然后 为什么其实你这样看 他们吃的东西也蛮肥的啊 很肥啊 对啊 那个马铃薯泥最肥了 它里面还要加奶油 对 然后好的时候 你要加 巴马尔茜起 你看看啊 哇 好了啦 好热量 我的天啊 为什么你们法国人还瘦成这样啊 对 你不要吃太多 等于要吃好的东西啊 然后放 这也没有到很 这个高效你需要 你要高一点点 所以 这个全部已经弄好了 所以就要高一点点 所以需要 差不多你高效你需要是180度 180度 然后差不多 30分钟 180度烤30分钟 你看 其实东西都熟了嘛 对啊 其实蛮简单的 会高的 只是把气质烤融化 对 对啊 好 那你们里面已经有个烤好的 当然已经有一个烤好的 你看我们的型男就是厉害 小小一个 然后他可以烤成这么大 对啊 变魔术 巫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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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当然是我的 真的 法国菜 好 这样菜好吃 很简单 大家都会喜欢 是 耶 大家桌上都有可以试吃了 很棒 我觉得这个很适合冬天啦 因为热量很高 不好意思 等一下 千层起司煎蛋 对 蛋在哪 对 我也想问 蛋 我每次用马铃薯的时候 我喜欢就是用黄蛋 加进去马铃薯里面 蛋黄的部分 对 蛋黄 加马铃薯里面 加到马铃薯里面 让他更不健康嘛 对 对啊 更飞 又有量在家 对 是 其实大家请用 那如果有想法 直接说无法 好不好 好 我觉得这蛮讨厌的 因为他刚刚攻击所有人 所以我想说我可以攻击他 但我真的没什么好攻击的 对 真的 很好吃 你很难攻击 因为好好吃 我很开心他今天示范这道菜 因为通常我会做一个类似 叫做那个牧羊人派 Shepard's Pie 很像意大利的肉酱加马铃薯 然后焗烤这样子 可是那个蛮复杂的 可是你们有加招美 这吃得到马铃薯块耶 可是他这样子示范就是 把Shepard's Pie变得很简单 而且还不错 蛮好吃的 你马铃薯还有马铃薯块耶 增加那个口感 当然大家都会喜欢 这很简单 你有马铃薯 有洋葱 有起司 牛肉 酸 你们有觉得他吃起来没那么油腻啊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那个马铃薯的块 所以让那个油腻感就是变得不 因为薯泥就很腻 有时候 然后他的肉 其实他的肉炒得比较干一点点 比较有口感一点 而且我觉得这道如果放在派对上面 小朋友应该会抢食耶 会哨呆喔 对不对 会哨呆 而且他有一点那种千层面的概念 对 好吃耶 而且他的洋葱解了你 对 这个这样吃其实这一道就够啦 就饱啦 其实不用饱了 对对对 对对 已经有热量了 然后里面有那个肉炒得香香的 很好吃 用洋葱的甜 好想来一杯啤酒喔 灌下去多爽 扣红酒 对啊 我觉得Nick你这道菜做得很好 而且我跟你说 我们美国也有一模一样的这道菜 一样是Shepherd's Pie 有没有 对 但是我们唯一会做的不一样就是 因为你做这个剪牛肉 你做的步骤都是很简单 但是基本上对我们来说 你一定要先调味 因为它的牛肉鲜味有一点还在 但是你做得非常好的地方 就是那个洋葱你把它煎成 就让那个洋葱的甜分的开始跑出来 焦化 对啊 但是我就是缺少就是一些盐巴胡椒粉 在这个牛肉上 嗯 调味 牛肉可以先调味过 就是说味道还可以再丰富啦 如果你要真的要挑剔的话 但是其实这个我觉得是居家的必备良药耶 家里弄一盘生死都可以吃 只有营养小孩都喜欢 对 我非常的喜欢 对 非常的喜欢 我也今天很想要骂Nick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 可是那就是 啊 那个味道真的是非常棒 让我想到我在家里知道 就是妈妈做的那种 刚刚好的那个咸 不太咸 来 叫妈妈 对 叫妈妈 妈妈她已经在路上了 对对对 在路上 对 只是那个 五个意大利香料真的是意大利的 sorry 最后打这一枪是什么意思 还是让他叮一下 下一位 小百合如何 这个味道有点像那个 澳洲的那个牛肉排的那种 牛肉排 对 有点像 可是我还是觉得 如果这个牛肉的调味在 那个味道再淡一点 然后马铃薯里面再都加个 奶汁 这样子的话就变成那个 可以配饭啊 可以配面包啊 大阪烧好不好 那就是大阪烧 还是说牛肉给他拿去 酥鸭鸭好不好 对啊 然后上面要撒那个柴鱼片啊 好吃啊 其实我也觉得这个 真的很好吃耶 比我的还要好吃一点点 真的 好吃一点点 比你好吃一点 真的真的 不要谦虚 其实你的今天的也很好吃 对 其实我才提这句话而已 其实妮可真的 每一次压轴都没有让人家失望 真的 真的 因为大家都喜欢这样子 法国已经好奇半年做这个食物 所以当然会喜欢 重量是简单 真的很简单 今天哪一道有让你们最惊艳的吗 印象当中 我觉得这道蛮厉害的耶 不能说 因为它虽然是压轴 但它的口感层次其实还蛮丰富 而且我很喜欢 因为外面吃到很多薯泥 它就只是薯泥 其实很无聊 可是它多了那个薯块的那个口感 但是它那个薯泥的薯块 又不会过度有颗粒感 就是我觉得那个东西 那个调配得很好 OK 我喜欢第一道 第一道 因为我觉得第一道太特别了 对 对 因为这个我们会知道说它大概是什么味道 可是第一道是我们大家都 想象不到 还没吃它的时候都不知道的味道 所以我觉得第一道是让我觉得很特别 对 就第一道我想要去做 你 你和这个大家都已经认同了 就不用讲话 但我其实对于肚立那一道 我还蛮有兴趣的 就是 就是除了那个迷迭商 居然还有人记得肚立那一道 不是 他会想要回去改良 对 我会想 对他蛮好奇的 就是他那个口感很丰富 但有点太油腻 我想要回去弄一道 研究看看有什么方法可以 可以拿更好 也还是 对 我觉得 好的 还在烦恼要带哪一道菜到朋友家聚会的朋友 今天希望给你很好的选择 今天谢谢大家的分享 谢谢 我们来分之一强 下次见 拜拜 拜拜